我一载入进来我跳过ACTIVITY 可不可以?可以啊 不过这边的话在官方 PhoneGap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交 那我直接就是把它打包成一个范例 范本 你们将来就是把那个范本download下来 直接汇入到你的专案里面 这边的这个地方我来讲一下 它不是用什么ACTIVITY 而是用什么 这边有个叫 PhoneGap里面有个叫Draw Gap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不需要用什么 我开给各位看一下 它不是ExtenseActivity 而是Extense 什么 Draw Gap 也就是说 也是有Uncreate的方法 可是Uncreate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LowView 不需要SetContainView 不需要Layout 也不需要一个WebView 直接就把它载进来 载进来的方法 用Super本身就可以载 那路径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它怎么做到的 基本上它就是另外 要汇入一个Library 这个Library就是什么呢 叫做Cordova Cordova Cordova这个 这个Jar檔 要把它先汇入 利用这个Cordova里面呢 会有一个类别叫做 JawGap 去用它去载入进来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跳开 如果说你将来 完全要不使用这个Activity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这个地方 因为还要汇入这个Library 然后还要做这件事 可能怕有些同学会做错 所以呢 如果你们怕做错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面 我已经把这个地方 把它打包一下 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15张里面 第15张WebView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就是 范本 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解出来 这个就一个范本 那你将来的话呢 只需要怎么样 只需要把那个FoneGap做出来的东西 丢到那个Access里面 就OK了 你就可以直接 那开的话 它就完全避开 Enjoy了 那以后等于是说 你拿它的殼而已 借它的殼 那借它的殼以后 你要Publish 就是发布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你用那个FoneGap的网站 帮你去做发布的话 很麻烦 你光要发布一个APK 你还要去验证干嘛的 其实我发现那个流程比较麻烦 但是你又放在SDK的开发环境里面 再去Publish 会简单一些些 所以这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所以那个谱理的那个范例 秀不出来应该跟Database有点关系 第二个是说 如果将来 各位只要借殼 借Enjoy的殼 都不要它的Activity 也不要它的WaveView 那就直接用这个范本就好了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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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